在晚清抵抗、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,有一位清朝官员被人们称为六部总督,即不战,不和,不守,不死,不想,不走,乡臣度量,乡臣暴富,古之所无,精益含有,此人就是曾担任梁广总督,官至梁广总督卓授体,人格大学士的叶明称,叶明称,自昆臣,湖北汉阳人。 1807年生,道光15年进市,选述几途,受编修,18年,初为陕西兴安之府,历任山西燕平道,江西延道,云南岸查史,湖南,甘肃,广东不正史,28年,着广东巡抚,可以说叶明称的,在来到广东之前,骑士图一直顺风顺水,然而到来到广州之后,一切都变了。 1849年,英国人要求进驻广州城,当时叶明称协总督徐广进兼职务许,联合民团,严未戒备。 由于叶明称,在图止英国人,进广州城中立下功勋,他被封为一等男爵。 咸丰元年,1851年,镇压罗敬,南少等地的天地会起义,赏家太子少保贤,四年升任梁广总督。 咸丰四年接受英国,美国侵略者军火接济,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。 咸丰七年夺受敌人格大学史,然而叶明称的仕途生涯,在此刻戛然而止。 咸丰六年九月十日,亚罗号事件爆发,结果叶明称处置不到,在某种程度上,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。 这年十月,英军攻陷广州城,但是由于兵力少,不久就退出广州城。 四年九月,英法联军再次来到,前来攻打广州。 十月攻陷广州,当时英法联军,要求叶明称,48小时内投降。 但是叶明称毫无反应,既不抵抗,也不议和,更没有逃跑。 当年十一月,叶明称被英法联军俘虏,随即押网停泊在香港的军舰五位号上。 由于叶明称在当时是清朝重臣,英军也没有虐待他。 而是军舰上,所有的军官都很尊敬他。 偶然有人上舰,都向叶托帽致意。 他也欠身托帽还礼。 他在军舰上,生活了48天后,即被劫往印度的加尔各达。 叶明称刚被俘虏后,以为英军将他押往英国。 于是准备和英国女王当面辩论。 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。 当时文仪人预送我到英国。 文其国王俗称名礼。 意欲得见该国王。 当面理论。 既经和好。 何以无端其幸。 究竟孰是孰非。 叶明称,来到印度加尔各达之后。 英国人逼迫叶明称身着巢服。 脚穿巢穴。 头戴三眼花灵红英帽。 坐在玻璃房中授门票。 这是巨大的耻辱。 当叶明称,发现见英国女王吴旺后。 决定绝食。 叶明称于,2月29日得病布时。 至3月初期虚实病故。